郎平最得意的五位弟子,朱婷接班人排第三,第一曾在19岁拿到试冠。 在今年奥运会上,中国女排遭遇连败,让国人吃惊之鱼再迎来郎平卸任的消息。 很多人在得知之后很惊讶,郎平是中国女排最出色的教练, 在她手下的女排选手们不仅实力强,甚至单拎出来也很强大。 但这次郎平的卸任让大家觉得中国女排再也不能恢复以往的活力, 再加上主力队员朱婷受伤,这时候中国女排几乎处在重伤阶段。 很多人都认为,女排恐怕无法再参加三年后的巴黎奥运会。 郎平的卸任引起了广大媒体的报道,在这之前, 中国女排因为输掉比赛被排鞋发文,质疑其能力。 在发文之后,郎平宣布卸任,此前大家都认为是排鞋逼走了郎平, 但事实上和排鞋痛批无关。 郎平在女排教练这个位置上已经有很多年了, 自己的排球生涯也长达48年。 现在卸任是和自身状态有关, 尽管这样,大家还是认为郎平是最适合女排教练的人选。 在郎平卸任之后,女排教练这一块位置空缺, 女排成员也面临去留问题和新阵容问题, 这是一场巨大的挑战, 不管谁来接管这个女排都是一次不小的考验。 郎平将女排带到了巅峰的位置后, 自己选择卸任离开,留下了五个最出色的弟子, 也不知道后来的教练会不会和这五个最出色的女排王牌衔接好呢。 说到郎平最得意的五位弟子, 相信大家都知道有谁, 他们分别是袁新月、丽莹莹、丁霞、张长宁和朱婷。 他们五个人在中国女排很多次比赛当中都拿到了令人骄傲的成绩, 同时他们的实力和资质也各有不同。 排名第五的是从十岁开始打球的丁霞, 丁霞身高一米八, 但在女排当中身高十分的娇小, 对于其他队员们来说如同一只蚂蚁, 正是因为这样一只蚂蚁体内藏有巨大的能量, 和女排一起拿下冠军, 实力不容小觑。 排名第四的是袁新月, 袁新月由郎平亲自选入国家队, 被选那时她甚至还不满17岁, 实力同样很强劲, 并且她的两连跳也让很多人都觉得十分的厉害。 在今年三月份还加入了女排俱乐部, 排名第三的是被誉为朱婷接班人的李盈盈, 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很陌生, 但她确实是难得的主攻手之一, 和朱婷风格相差不多, 未来极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朱婷。 目前女排比赛结束后朱婷也受了伤, 李盈盈极有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接替朱婷, 成为主力选手, 大家都很期待她的能力。 排名第二的是朱婷, 朱婷在队内绝对能算得上是王牌了, 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, 朱婷都能强势撑住, 朱婷布置比赛的战术加上朱婷的进攻能力, 曾经给对手造成了不小的威胁, 但这次朱婷受伤, 朱婷卸任, 可能也会让很多的对手认为中国女排在走下坡路, 希望朱婷可以早点痊愈回归队伍。 如果朱婷排名第二, 那么第一当之无愧给张长宁, 张长宁在还不满20岁的时候就帮助队伍拿到了世界冠军, 在2018年8月入选了福布斯精英榜, 并且还出演了电影《夺冠》, 她的能力排在第一绝对有资格, 影响力也很大。 好了,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 大家对朱婷手下的五位大将怎么看呢? 欢迎在评论区当中说出你的看法, 关注杂江体育圈, 了解更多体育资讯, 我们下期再见。